就在今天早上的10点钟 马英九总统在总统府邀邀请四位监委来 好好地喝茶 茶叙一下 那么针对的是因为他在台北市长任内 有关于节目文湖县的决策 接受监委的提问 为了考量到维护总统的尊严 避免宪政的争议 那么总统府提出了茶叙的建议 由总统的主动来邀请 避免正式约逊的味道 那么会谈的过程中 是不会有监院调查官在现场 全程是由总统府的人员来负责记录 而地点府方也坚持是在总统府内来举行 不接受监委建议的台北宾馆 那么监委葛永光对此说 茶叙并非是第一选择 不过他认为说对食指的约逊 是没有影响的